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食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红薯又有甘薯、白薯、地薯、番薯、红勺等多种称谓 其原产于美洲、大陆 与明朝万历连间被引入中国 由于红薯、垂田多汁、生熟皆可食用 而且适用能力强、产量高 红薯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种植 在中医理论中 红薯被认为性贫、胃肝、龟皮、胃、大肠、圣经 据《本草干木》时宜记载 红薯能够补中活血、卵胃、肥五胀 而随西菊饮食谱中也提到了红薯有补脾胃、益气力、预风寒、益颜色的功效 因此红薯在民间被视为一种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粗粮 深受大众喜爱 然而近年来网络上流传着许多所谓的抗癌食物排行版 其中红薯经常被列为首版 更有一些文章声称红薯的抗癌率高达97.8% 使得许多人深信不疑 认为使用红薯就能够抗癌 那么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红薯是一种营养高大上的平民食物 红薯是一种被誉为平民的织不佳品 它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营养丰富上 它属于玄花科益莲生植物 其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 为人们带来了多方面的健康益处 红薯的营养价值不容忽视 红薯富含膳食纤维 此外它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如维生素A、C、E、钾、铁等 对人体免疫系统、骨骼和牙齿等方面 都有重要的维护作用 在中医看来 红薯胃肝、性贫 具有宽味、肠、平肝气、补气血等多种功效 人们常说一日三餐不如一抹红薯 这正说明红薯具有很好的保健作用 同时红薯的食用方法也是多种多样 可以做成烤地瓜、红薯粥、红薯干等美食 既美味又健康 红薯能消灭98.7%的癌细胞 是真还是假呢? 研究结果已公布 日本科学家对于26万人的饮食生活进食的调查 通过对其生活和饮食习惯的研究 发现蔬菜在癌症方面具有一定作用 他们对20种蔬菜进行了大数据的分析 结果显示红薯在抗癌方面 效果显著 抑制癌细胞的效率高达了98.7% 所以关于红薯能够抗癌的说法开始流传开了 然而我们需要理性看待这一研究结果 红薯的确含有某些具有抗癌效果的成分 但直接将实验结果读为红薯具有抗癌作用 未免太过于夸张 实验中使用的红薯是经过提取处理的 并非人们常使用的红薯本身 而且这种实验只在动物和细胞实验中得到验证 尚未进行临床实验 所以这一结论不能作为红薯抗癌的可靠依据 实际上红薯能够帮助抗癌 是对这一研究的过度解读 红薯中的脂肪是一种具有抗癌效果的物质 进入身体后能够促进体内的垃圾 毒素排出 加快血液循环 然而实验中使用的提取物与日常使用的红薯 有着本质区别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将实验结果套用到红薯上 并将其作用红薯抗癌的科学依据 我们应该保持理性思考 不轻信 未经实验的清晰 以免误导自己和他人 红薯虽然不一定抗癌 但常吃红薯好处可不少啊 第一可以增强体质 红薯富含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维生素等营养物质 有助于增强身体体质 预防疾病 第二 红薯中的碳水化合物 钙 磷 腥等物质 能够为身体提供所需要的能量 第三 防止便秘 红薯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能够促进胃肠道蠕动 防止和改善便秘 第四 减肥瘦身 红薯中的膳食纤维 能够增加饱腹感 对减肥瘦身有辅助的作用 其中脂肪含量较少 不会引起肥胖 第五 预防心血管疾病 红薯富含钾 胡萝卜素 叶酸 维生素C和维生素B6 这些成分均有助于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第六 保护皮肤 红薯中的绿原酸 可抑制黑色素的产生 有助于抑制雀斑和老年斑的生成 那么糖尿病人 可以吃红薯吗 生糖还是降糖呢 糖尿病患者是可以吃红薯的 但不应该过量 红薯含有一定的糖分 如果食用过多 可能会升高血糖 但是红薯也有一些好处 比如生糖指数比较低 可以代替水果 同时能够改善胰岛素敏感性 从而有利于血糖的控制 在食用红薯时 对患者应该注意剂量 红薯的热量 并把它纳入当天的总热量当中 避免热量超标 可以将红薯作为主食的一部分来代替 有利于控制血糖 同时也能够满足口服之欲 红薯虽然营养丰富 而且对身体也有保健作用 但是日常吃红薯时 需要注意这三件事 第一 烹饪方式 红薯可以烤 蒸 煮等多种方式烹饪 尽量避免食用油炸 或者是过度加工的方式 以免增加热量和脂肪摄入 选择健康烹饪方法 更好地保留红薯的营养价值 第二 注意血糖控制 虽然红薯对于血糖控制有益 但如果你有糖尿病 或者是控制血糖的问题 需要注意用量和搭配 红薯含有碳水化合物 可能会引起血糖波动 建议搭配其他高纤维 低脂肪的食物一起食用 以减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度 有助于血糖控制 第三 适当的适入 红薯虽然营养丰富 但作为一种主食也需要适量的摄入 过度摄入红薯可能会导致热量摄入过多 和体重增加 根据个人需求和情况 合理控制红薯 合理控制红薯 摄入量不要过度依赖红薯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 一个小红薯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可以让我高兴的睡不着觉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薯吧 辛苦大家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